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韵 今天我喉咙不舒服 就去药店那里开了一天的药回来 有朋友问我 你为什么要开药吃啊 是哪里不舒服吗 你不是怀孕了吗 为什么还要开这个药来吃呢 这样对你的宝宝不好 上两天的时候 我说 我有一天停更了 我说 胃口不好 有点 吃什么都是 就是淡淡无味的那种感觉 他们都以为我怀孕了 因为有一个朋友 他说 我看见你经常穿这些宽松版型的衣服 他说 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我是很死宽你的 他说 你千万不要怀孕了 我还等着你嫁给我 所以有一个朋友 他加了我的V之后 几乎是 每天都在问我什么时候嫁给他 又向我表白这样 有时候他还会记忆我 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的时候 都说我是怀孕了 其实没有怀孕 只不过呢 我是可能 经常呢 就想着工作 有时候呢 也没有怎么样去照顾好身体 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 就是 也是吃饱就算了 好像泡泡呢 就是吃得比我好一点 我的话 因为我自己煮出来的东西不好吃 我就随便吃一点 所以呢 最近感觉身体有点差 所以呢 就感觉 经常好像不舒服似的 今天晚上我回来 我开了一包这个药来吃 这些红色跟青色的那些 还好吃一点 这些 这个两个是甜的 我就这样吞就能吞下去 那些又拿开水来送 等一下呢 我要倒一杯开水 我要倒很多开水 才能吃下这一包药的 你说我怀孕怎么会吃这些药啊 是不是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乱猜了 我现在带着女儿就是 尊心就工作 然后呢 供她上 要我员 让她上学 所以这些婚姻的这些事 我现在暂时还是没有去谈对象的 所以大家不要 有事没事 一说到我不祝福 就说我是怀孕的 宽松版型的衣服呢 因为是我经常穿习惯了这类衣服的 所以呢 不是的 今天晚上我吃完这些药以后 感觉特别的累 每次吃他们家的这些药的话 我就感觉浑身没有力吃 又想睡觉 今天晚上我睡到八点半吧 我就感觉起不来的 但是没办法 我们要生活啊 后来的时候我又起床上了 大概一个多小时的 一个半小时直播 然后今天晚上拿回来 这个清货的衣衣 今天晚上已经卖出去几件了 然后呢 这些的话明天也要发货 这个呢 是村中的不家用的 现在呢 这一家店正在清货 30号呢 就是全部把这些衣服下架了 所以呢 趁着这两天 你们有喜欢的款 我都在这两天发货出去 这个呢 没有几件了 明天呢 我要早点去拿 看一下它那里还有多少 我就拿完它 到时候我就发货给朋友 这个是不家用的 在广东的农村里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版型的 我记得很多去美国 所以呢 明天看那里还有多少 我就把它拿完它 嗯 有一个紫色的 跟黑色的 我感觉我最喜欢就是 这两个颜色 有灰色的 灰色的我今天晚上没拿 我那天还看见它画板 有一件粉色的 所以呢 明天我去看一下 看过货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把它全部拿回来 嗯 干嘛 你擦一下手 我家来泡啊 真的是有多动症的 什么都在那里搞 真的几乎没停过 这些不能吃的 这个不是你吃的 等一下妈妈倒水来吃 很多人都说 哎你们家女儿怎么那么调皮啊 你们都觉得她很乖 只不过呢 我是她调皮的 那一面我没拍 你看一下 老师把家里面整的乱七八糟的 来擦一下手 自己擦 十几斤 到时候你上学了 老师就会帮我好好的教你 灌五遗你就去 你别想着抵赖 到时候你晚上要早点睡觉知道吗 哎 今天呢 那个新的二手房东说 凡是在这里住了一年以上的人都可以 减租八十 她说 因为她现在啊 可能有的人退房 退的比较多 所以呢她说 现在给一点优惠的政策给我们 她说 你可以搬可以不搬 不搬的话 你继续帮我签合同的话 就是每个月可以便宜八十块钱给我 所以呢 我再想一下再考虑一下 她让我搬那一间 一房一厅的也可以哦 我看了一下那间也是挺好的 哈 明天呢就是 早一点起床去拿衣服发挂